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栋民宅三楼内已成橘红色火光 过没多久就窜出火蛇 火势非常凶猛 夹带浓浓黑烟直筛天际 现场还不停传出爆炸声响 上方队员国速到场救援 并拉起封锁线管制 附近民众听到声响 全吓坏跑出来查看 昨天深夜11点多 高雄路竹仁爱路一处巷弄内 民宅三楼突然起火燃烧 俗信南无主第一时间就躲进浴室避难 经销布水线破门赶紧将他救出 帮他带上氧气罩抬上担打 送一致来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这五块有三坡人啊三坡人 三坡人 三坡人 这坡人都自己拐 都自己拐 人啊你们有看到吗 那一开始的主要火是都在三楼的卧室 我们现场直接就使用破坏器材 进行铁卷门的破坏之后 部署水线进度到三楼去做一个涉水灭火 然后后续在三楼后方的浴室的地方 有发现屋主 根据了解这名搜寻屋主 昨天下午才发生车祸 不胜质状电线杆 没想到晚上又遇上火警一度受困 搜寻警受到惊吓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确切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